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蜜蜜蜜頭 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方舟生存進化啦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用這隻boss來做一些傷害測試 那比較可惜的是這一隻 他沒有辦法騎乘 所以說技能的展示只能 用肉眼去觀察了 沒辦法就是說我說什麼他就放什麼 這樣有點可惜 那這一隻boss呢 如果有人想知道 我是怎麼馴服的話呢 歡迎前往上一集觀看喔 你就可以看到說 哇老頭原來是這樣抓的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就上一集而已 上一集是第幾集 我忘記了管他的 反正總之呢 今天這一集 來做個boss傷害測試喔 然後呢他原本很小一戳嘛 到現在已經長到青年了 你看才青年而已就這麼大隻了 如果他成年的話 那不是很誇張嗎 哇這個真的很大耶 這個藤蔓看起來真的超級害人的 然後他的移動速度非常的緩慢喔 他其實實際上他是可以移動的 但就是 藤蔓嘛 藤蔓你也不能要求他多快啊 就是用爬的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他已經緩緩的在靠近了有沒有 他已經在緩緩的靠近了 這個速度真的非常的慢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過他的傷害啊 我待會應該會直接帶他去 有生物的地方讓他做攻擊吧 不過他現在還在成長階段 應該是不會攻擊其他生物啊 然後我來測試一樣東西喔 就是我給他吃傳送門喔 我來看一下他可不可以把他傳過來 喔答案是可以的 而且傳過來之後他直接 他直接 飛在這空中耶 那他飛在這空中他可以移動嗎 我現在把他叫過來 他一樣可以移動耶 OMG我終於看到他的根部長什麼樣子了 他根部長這樣子啊 其實有點噁心就是了 然後看一看可以看到他現在還在成長當中喔 然後 喔對 你如果給他吃生肉的話呢 他會產生一個血漿喔 他會自行產生血漿然後自己吃這樣子 所以說 基本來基本上來說你直接丟生肉給他就可以自己增加他的保實度 然後呢 他還會產生各種種子 啊什麼粒種子啊 啊利益種子啊 反正是些稀有花朵這些菇類的 他都會自己產生然後這個果實是我自己丟的 因為那時候在測試他吃什麼 啊 就他吃肉 他吃肉吃久了之後他就一直生這些果 喔 我個人覺得如果這個是拿來玩PVP的話 有人先搶到這一隻基本上就贏一半了吧 因為他還會生 X種子 X種子 可以 可以拿來做攻擊 對啊這些種子都可以拿來做攻擊植物 所以說如果你們玩PVP喔 你們有這一隻 你們搶先入手這一隻的話基本上應該就贏面就一半了吧 好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全貌 目前還在青年階段喔 好我現在開個加速讓他快速增長好了看一下可不可以快速直接成年體 再看招式 好 加速一下 OK 我們看一下成年階段 喔 更大隻 夭壽 成年了沒 有100%成年了 成熟體了 為什麼我感覺這一隻好像跟我當初在 對抗的那一隻 體型差這麼多啊 還是因為我用人類人類的身形過去跟他比對啊我騎我的凱撒龍看一下好了 騎我凱撒龍看一下 好像 好像其實差不多耶只是因為當時我是騎著龍去打嘛所以感覺就比較小隻 人直接過去 太誇張了你看 他幹嘛幹嘛 他在攻擊誰嗎 點一下血 個十百千萬 十萬 十萬滴血 吃肉會補嗎 吃肉不會補 我想說等一下我們直接帶他去打那個誰啊 帶他去打育母蜘蛛好了啦 那這血量個十百千萬 十萬 十萬滴血 在 打不打得贏 我覺得我把他設定成主動攻擊好了 主動攻擊 稍微有什麼生物就直接戳死他就對了 好讓他主動攻擊一下 看一下他的攻擊模式 召喚了召喚了 觸手出現了 攻擊啊 噢 趴一下這樣子 他有召喚時間一分鐘啊 然後在旁邊那個加一加九應該是加成啊就有點像群居效果這樣子 他上面有寫說 他有結幫的能力喔 就是幫派能力啊 欸兩個葡萄藤將獲得加一獎勵 阿獎勵可以幹嘛這邊沒有講反正應該是能力跟強度之類的吧 整體上來說 這個boss 他的攻擊性其實沒有很強 應該是說 攻擊的效率不是很高 但 傷害力很夠 懂我意思嗎 效率不高但傷害力非常的夠 你看現在那個藤蔓就卡住了 他沒有辦法攻擊比較遠的地方 這個藤蔓召喚出來 他沒有辦法盾地去打別隻 有點可惜啊 這個boss看起來是有點可惜啊 他打誰啊 不過他不是有一招會吐那個毒刺嗎 怎麼沒有看他使用啊 不知道他在打誰 可是我現在想辦法讓我們藤蔓回滿血去挑戰boss 我覺得我先裝一個模組好了 我先離開遊戲裝一下那個補血槍模組好了 好我們現在補血槍模組已經裝進來了 我現在來幫他補血一下 哎有已經有在快速補血了 非常之好用啊 啊等一下幫他補滿血之後呢 有14萬滴嗎 幫他加強一下好了 哦這樣加強上去 15萬多 ok 繼續射啊 哎呦 哦可以遠遠的看了 哇馬上被咬哎 哇靠這個打 我們的藤蔓 好像毫無還手之力啊 哎呦召喚小藤蔓了 召喚小藤蔓了 哇塞 這是育母蜘蛛的血嗎 八十幾萬狂扣哎 這太猛了吧 哇 你看我現在沒打 打育母蜘蛛的血大概 每一下6000多滴 好帥哦 你看看 呵呵呵呵呵呵 拿望眼睛看一下 應該是不會弄到我 哇 哇 哇 怎麼會是小蜘蛛在下面啊 不要打擾我看比賽好不好 這小八蛋 好再看一下血 我們的那個藤蔓根本就好把無傷啊 天啊 怎麼好像打才打九十幾滴了 一母蜘蛛不知道見底了沒 哇這什麼技能 哇那個血 我只看到一堆血條 哇 哎這招 啊我知道這招 這招是群體的慢攻擊啊 要去了啦 為什麼我拿到普通的南方巨獸鞍啊 哎這真的很強哎 一母蜘蛛直接被秒掉哎 太猛了吧 這一隻 這一隻雖然 攻擊速度太緩慢 沒有效率哦 但是 一波打中的話 看那個是真的超痛的 沒在跟你開玩笑 來 好放完就走 不然太危險了 去攻擊他 趕快 這個多少血啊 七十二萬 呵呵呵呵 哇一個在圖裡一個在那個 在空中啊 還有哎要求我 啊他哪說要去攻擊啊 去攻擊攻擊你的同類啊 快點 有開始要過去了嗎 還是我招近一點好了 招近一點招近一點 這樣可以了吧 哦這個貼了有夠近的 這可以 看一下血量 哎我騰曼的血扣了蠻多的老實說 他有在做傷害嗎 沒有啊 還是我騰曼卡住了啊 跟改為忽視群體口令 好他忽視了 開打了沒啊 哎唷好像開打了哎 可是他完全不鳥啊 快打啊 紅色標記都出來了 該攻擊的吧 你這傢伙不會打同類嗎 主動攻擊啊 發出你的騰曼主動攻擊啊 好像有了哦 超亂的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我測試好多遍哦 發覺他根本不會攻擊同類啊 他這個不會攻擊同類啊 我覺得我還是放棄好了 哎哥決定放棄的把他帶回家吧 OK 已經測試完畢了 他的傷害應該可以去拿來打 其他副本的boss 非常的猛啊 OK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右下角 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交 再見 下集見 拜拜 拜拜